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周某人呢,个人有一个观察到 这个从古代到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是到底是人要闻的好还是舞的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要看情形 如果是智世的话,太平的盛世 那你当个闻人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是乱世的话 那可能你习武,学习一些武功这些 武的方面,兵华等等,可能会比较好 你想想看嘛,春秋战国时代 孔子孟子就是生在那个时代 他们的学问很好,但是没有受到重用 因为那个时代是乱世 春秋战国,大家在争霸的年代 所以乱世呢,说实在的 在乱世之中,如果能够立马横刀 以定天下之英才 这种人比较有用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静坐寒窗 十年苦毒,以求己功名的 那只能算是属留 在乱世之中 当然在智世太平盛世的时候 你当闻人很好,可以治理国家 那这些闻人呢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就是在乱世的时候 光是口齿凌厉 我很会讲,讲得头头是道 坐而论道的白面俗生 那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座谈之客 但是你如果要当座谈之客的话 如果你非常厉害,能够应酬帷幄 决胜千里 比如说当金师这种的 能够在谈孝间 强弩合会烟灭 造成这种疾念的 那当然这个不是白面俗生 这个就真的是厉害的文人 文武能够兼别的话 那当然更好 那如果不能这样的话 退而取习世的话 那你就会讲一些话 什么话呢 比如说像一些 虽非同年同夜同日生 但念同年同夜同日死 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容词 到最后大家 同年同夜同日死 的情形都没有发生 只是说在讲的当下 大家慷慨激昂 甘党相照 这种激昂的言论 会讲 武夫会讲这个 但是真正的文人 他们又觉得 讲这个太编语 他也不会讲这个 那就有吃亏了 说实在是吃安亏了 那还有一种的 他那个是小聪明 但是他写武的 他也很聪明 这古人在讲 将军未挂烘火印 腰间长弦带血刀 这样一个表现 你看 我这个腰间 我的腰旁边都 挂了一个带血的刀 这个我很厉害的 如果要杀敌人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 他表现这样 当然那个是假的 其实他那个带血刀 可能是刚刚刚是切牛肉 或是怎么样 切猪肉切牛肉 他下韭菜这样 但是他就是 尽量这样 让人家误以为说 他这个是 到哪里去杀敌人 造成这种现象 好了 那里大家讲了一大堆 舍滑让人走贤 在此以民 共同思考之 敬祝各位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拜拜